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期这几期都是专注在讲这个期货当中的一些风险投资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理念 其实我们得到了很多观众不同的这样一个反响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观众像纽约华盛顿 然后包括旧金山甚至是像我们加拿大的很多观众都发来了很多问题 就是想要问您说关于这个期货的风险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本身期货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如果说他们觉得说如果说这个期货的风险 和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的风险相比较的话 这一方面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做一个分析呢 可以的 没问题 这个还别说刚才您说到的这几个地方 最近还真是有在纽约的一个观众专门给我发来信息 要邀请我跟他一起做一个大宗的贸易 所以我想说就是我们的观众看起来不光是看了我们的节目 还看明白看懂了我们的节目 我们还总是担心说我们的节目会不会是说讲的东西太多 大家可能理解不了 现在看起来呢我们北美的这个观众呢 知识水平包括这个能力都很强 不仅看明白了还挺会投资的 是是是 对 所以结合您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期货这个风险 大家都说大都说高 是吧 我们讲了这么多期了也说了这么多期 那么期货的风险究竟是不是高到了 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做的这个生意啊 或者做的一些经营的内容 是不是没有什么可比性或者是比较而言更高或更多呢 其实也倒不是这样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这个做生意啊 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常识啊 我们说这个隔行如隔山 这句话呀 其实听上去是一个俗语 但实际上它其实是说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道理 道理就是什么 你做生意 你最大的一个风险呢 并不代表说这个生意本身可能有什么风险 而是因为你对这个生意本身的了解 或者是对它的细节的把握不够 造成了很多未知的这个风险 那么这种风险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资本市场 你比如说在这个期货市场里 这种风险已经被降到最低了 因为我们知道资本市场呢 本身它就是让所有的 在这个这个投资领域里面 能够享受资本性收益的这些交易商啊 或者是这些这个投资者呢 进入的一个市场 那么它就需要把这个市场里面 所有的这个经营的内容 或者是操作的内容 把它简单化 把它这个明朗化 举例来讲 我们要了解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 或者是你想投资的一个行业 可能每个三五个月 或者更长的时间 你都没法进入这个行业 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们做餐饮 就是一个人想要去开个餐馆 这可能也不是三五天的事 是吧 可是你要想成为一个这个投资期货 或者投资股票 这种资本市场的一个投资者来讲 可能花一天的时间 你去研究它这个交易所的 这个交易规则 研究它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概念 研究听听我们这个节目 是吧 可能你就会操作了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 期货市场的这个风险 比传统行业来讲的话 入门更低一点 这可能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或者是没有太注意的 另外一个我们说这个 在这个风险里面呢 在传统生意里面 有一个投入产出的一个风险 这个跟期货市场的风险还比较的话 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传统生意 居然比期货市场这个生意的这个风险啊 还要大 你举个最简单的理由 我们在期货市场里面 你判断的往往是一个价格 是走高还是走低的问题 只要你判断对了 那基本上你就能赚到钱 可是在传统的生意里面 比如说海大时候我们开个餐馆 或者我们做个什么超市之类的 这个生意可能是个正确的生意 是个对的生意 但是我们知道 不是所有的是开餐馆的 都能赚到钱 也就是说你做了一个对的事情 你也花了很大的精力 你也这个去用心去做了 努力去做了 但是未必有收益 可能是个亏本的事 可是在这个资本市场上 你只要是看对了方向 对这个价格的把握是正确的 就一定会有收获 所以从投入产出比这个交代讲 资本市场或者说期货市场的这个风险 居然比传统的这个这个生意啊 还要低一些 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想不到的 可能还有一个事呢 我觉得也要跟大家讲 我们做传统的生意啊 和这个做这个期货市场 还有一个最大的比较 也是我们可能没发现的 就是不玩了的风险 或者说我们的退出的风险 说的这个这个专业一点 叫退出风险 说的通俗 我往往不想玩了 比如说我 我开个这个餐馆 我说我不玩了 我就得把这个餐馆对出去 是吧 这事就难 很困难 给你花点时间啊 打广告等等 还不一定很快能对出去 再比如说 我去搞个这个这个超市 或者说我们就哪怕是买个房产 是吧 房地产投资 想把自己这个房子对出去的话 可能也要花时间和精力 可是在期货市场 或者是股票市场 那我们说 今天说期货市场 多说期货是吧 在期货市场没这个问题 不玩了 挂单 马上就成交了 马上就可以脱上 对 所以它不玩的 或者退出的这个风险 要大大低于传统的一些市场上的风险 是是 其实换一句话来讲 也就是说在这个投资市场当中 并没有说这个绝对风险高 或者是绝对风险低的项目 主要还是看您的这个具体操作的情况 对 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其实啊 走到今天 就是不管是你做什么样的投资 做什么样的生意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往往还像 包括像我们现在这个期货市场 这样的资本性的这种收 提供资本性的收益的这样的市场 它的风险反倒降低了 因为它就要求 它的设计当初 就要求你必须把更多的潜在的风险 要透明化 让更多的人呢 很容易的进入 这是它设计之初的一个基本理念 而传统的生意 没人顾及你这个事 或者说没有专家去专门为你说 你要做一个传统生意 我得怎么样帮助你 把这个生意更低的这个门槛 让你进入 没有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资本市场的风险呢 相比较而言 并不是高到了很可怕 或者说完全没法解决的这个地步了 是是 那我们在这个前几期的节目当中 您是帮我们分析了 有关这个风险投资当中 这个所谓关于这个风险转移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这个风险转移当中 关于这个风险和这个利润 它的这个划分是怎么样的呢 您说到这儿我觉得特别好 其实咱们前几期节目当时都说了 在这个企货市场上 有这么一类人 就是具有现货背景的这一类人 它的这个风险相对较低 那这个相对较低呢 我还是想在这个跟大家再深入 再分析一下 相对低的意思是说呢 并不是说它完全就没有这个付出了 不是的 实际上这个相对较低的意思 就是风险低了 但是同时呢 它是转让 或者是也转移了一部分的收益 给了这个期货市场的 其他的投机类型的投资者 那么从这点上来讲 它基本上是公平的 基本上是公平的 但是我们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你做的所有的商业领域里边的投资来看的话 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投资领域的投入产出 或者说你冒多大的风险就一定有同比例的这个收益 不是这样的 反倒是这个在这个资本市场上 特别是像刚才我们说的 他这点体现的特别明显 你承担多大的风险 你就获得多大的收益 翻过来讲 你获得多大的收益 就承担相应大的这个风险 而这个相对的公平性 我倒觉得还保障的不错 因为从我们这个很多的期货交易所 他这个期货交易所的管理规范 管理规则 包括他要求的一些信息的这个公开 或者是这个叫做披露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和要求 已经决定了 他在这个市场上面的所有的参与方呢 基本上处在一个相对公平的 相对公平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 是 是 我们老话经常说 没有这个金刚钻 就不要懒这个瓷激活 是 那么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 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投资机会呢 投资机会啊 我们前几次说到了 就是在这个转移风险过程当中啊 实际上它是有减往南的这么一个递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比如说在这个期货市场上 刚开始是把这个产业风险 或者说是行业风险 或者是这个商品所在的这个区域领域的风险 转移给了这个期货市场上的全部的投资者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 也把这个收益也转移进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期货投资者呢 是背负了这个行业的风险 但同时呢 他也拿走了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相对好的这个利润 而且刚才我们讲到它很公平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资本市场领域里面 还有更进一步的投资 这个当然比我们说这个期货投资还要再风险一点 风险可能还要这个再高一点 当然我们说它的收益率呢 可能也更高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期权投资 刚才说到我做期货的目的是为了套保 或者说是避免商这个现货贸易上的风险 那么还有一种投资呢 在期权投资里面 实际上是用利用期权的投资 去避免期货投资的这个风险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就是实际上这么一个递进的关系 从现货到期货 从期货到期权 期权呢实际上比起期货而言的话呢 它是一种权利 购买权利或者卖出权利的一个转让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听上去呢 好像复杂 但是我刚才说了 在资本市场有个最大的特点 它把所有看上去复杂的东西呢 都尽可能的规范化 简单化的 让所有参与的人很容易进入 所以在今天这个过节目当中呢 我们初次呢 跟大家说到这个期权的投资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 就期权投资账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更深入的介绍 你比如说在一些交易所 推出的一些期权的交易里面呢 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傻瓜式的产品 所谓傻瓜式的产品就是 它背后呢 实际上是转移风险过程当中层层递进 而来的这么一个产品 但是这个产品呢 基于大众对这种产品的投资 这种消化或者吸收或者理解的这个难度 它把它简单化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对这个商品本身 或者你对期货本身了解不了也不要紧 你就说一下 你对这个商品的未来价格的趋势做一个判断 它是向上还是向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它的这个趋势判断向上 你判断对了 你就收益 你向下的这个判断是对的 也可以收益 那就变得刚才我说的 傻瓜式的投资方式 是 其实这个期权可能这个乍一听起来的话 这个概念是比较抽象的 那我想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 您能不能帮我们这个给这个期权和这个期货 做一个相比较呢 如果对这两个概念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比较简单 刚才说到了期货的这个交易啊 它毕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是本着对货物交易 就现货的这个货物本身的这个交易去的 我只是在未来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可能去买或者卖出这个产品 或者这个商品 那么期权呢 实际上是对权利的一个转移 就是说我在未来可能要买入一个产品 那我买入在以某种价格买入这个产品的这个权利本身 我把它做成一个产品进行一个转让 或者我在未来的一个期间里面 我就卖出某一个价格上面 卖出某一个产品的这个权利 做一个转让 这里面可能包括在期货市场上 甚至包括在股票市场上 我们知道有这个股票的这个期权交易 都是一样的 股票的期权交易实际上是在未来的一个阶段 我买入这些股票以某种价格 买入这个股票的这个权利 我直接转让给你 我这举个例子可能就更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股票是10块钱 未来三个月呢 我有以这个三个月之后 我可以还以10块钱的价格买入这只股票 可是未来这个股票三个月之后 从10块钱涨到15块钱了 那也就是意味着我只要买 我就能赚到5块钱 对吧 那这个时候在这个 我拿到这个企业这个三个月之后 买这个10块钱股票的这个 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买这个权利 可以赚5块钱这个权利 我以2块钱转让给你 也就是说你只要掏2块钱 你就可以在未来的三个月 行使我用这个10块钱买入这个15块钱股票的这个权利 这时候实际上你不就等于是掏了2块钱赚3块钱 是是是 就是我们举例子 简单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在期货市场当中也是这个相同含义的 对 基本上是相同含义的 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期货 因为可能我刚才说到了 大家说我对期货的了解可能还不足 是不是你马上推出一个期权的概念 我介绍期权产品我更难理解 我说了实际上现在的产品尽可能的傻瓜话 那就是你在参与这个产品投资的时候呢 就没那么复杂了 就简单的讲刚才说到的 我比如有些交易所推出的一些这个期权类的产品 你就简单的判断涨和跌就行了 判断涨判断跌就有可能马上获益 而不像有甚至不像有些传统行业说 我即便做的是正确的 我即便是努力在一个正确的行业里 从事工作和努力的工作也没赚到钱 这不用 只要你这个判断正确了判断对了 你就一定赚钱百分之百赚钱 从刚才您讲的这个概念当中 我的理解好像是这个期权比期货好像更容易交易 是不是这样的概念 其实是这个期权产品的是期货产品的一个衍生品 但是这个衍生品这个词 我不知道咱们观众是怎么理解 不是一听到衍生品就是一定是坏的 你比如这个北美观众说 这个次贷危机也是一个衍生品的一个交易 要引发这么严重的这个全球经济危机 不是所有的衍生品都是坏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 这个投机是个不好的词 但实际上我们认为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 做投机的人往往是最可爱的人 因为投机者的存在 才使得这个投资 才使得这个市场的活跃度 才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公平性 得到了保障 所以你一说到衍生品 大家也不要认为说衍生品就一定是坏的 你比如刚才说到 从期货衍生出来的这个期权交易 它实际上是把期货交易的风险 再做进一步的传议 当然也把期货的这个收益的这个权利呢 也做了转移 就是权利和收益 风险和收益也是公平的转移的 并不是谁欺负谁 或者是谁得到更多付出更少的问题 是是今天非常感谢张先生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